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们为荣获本期最优秀队长 随着浪姐三节目结束 粉丝们都很担心会不会再像上一集一样 后续没有任何的活动 节目 据消息称 姐姐们接下来将会有两个综艺节目 一个是殷宗类 一个是旅游生活类 但嘉宾阵容却不是成团出道的这十位姐姐 吕宗 欣欣的约定 姐姐阵容团有王兴林 钟兴桐 蔡卓妍 吴景妍和黄小雷 同样也都是王兴林队的成员 据悉这档节目还会有飞行嘉宾 如偶像剧王子 帅气鲜肉 实力男神等等 不过网友的吐槽出其一致 都只想看几个姐姐美美地去旅行 不想要男嘉宾来抢风头 不要请什么男嘉宾 我只想看姐姐们的CP 一档是殷宗乐队的海边 节目内容是让姐姐们在21天内 把荒芜的海边破屋经营成一家音乐餐厅 而殷宗姐姐阵容团分别是余文文 郑秀妍 刘恋 赵梦 张力 还有张天爱 单听这个名字名称就可以知道 是在浪姐三里面玩乐队的姐姐 也可以说是郑秀妍带领的凹凸组队友们 但不少网友却对这个阵容感到很疑惑 宣布讨论参与的姐姐们是否是最终成团的人员 但很明显这个乐队的海边就是围绕郑秀妍和余文文 而刘恋 赵梦都是玩乐队的 专业非常对口 适合这个节目 而张力则是凸显出节目的姐姐 在一宫时也玩过乐器 但张天爱为什么最后会出现在这档节目 才让人觉得奇怪 毕竟张天爱在节目中怎么说也算不上是乐队的姐姐 没有乐器基础 二则她也不是凹凸组的成员 而在王兴林队的姐姐 如果要参加综艺也应该是吕宗信心的约定吧 网友都认为 就算张天爱和余文文关系再好 但感觉却像慕名敞入别人的组 显得格格不入 网友反而是希望王子玄能够参与 如果再加上王子玄就更好了 更好的选择应该是和郑秀妍关系更好的王子玄 张天爱换成子玄更好 让王兴林 王子玄也去乐队团组好不好 想看王子玄丽莎节目组不要紧她呀 被厮守玩乐队不香吗 毕竟在凹凸祖时 她性格可爱得活泼 带给观众许多欢乐 而且王子玄英文也非常不错 来自党节目也能够再次担任班议员 而且早前在节目的猜问题环节 郑秀妍就被问到想和谁一起去旅游时 郑秀妍毫不犹豫地表示想和王子玄一起 看得出两人的感情非常好 可惜的是 已经曝光的两党衍生综艺的长久嘉宾 也是按照小组划分的 就连早前被淘汰的 或者是没能成团的姐姐都有总益 但是谭维维更是全员克力无收 大批网友直呼 所以谭维维 薛凯琪还有唐世宜姐姐 是成团成了个寂寞 成团位全然没有含金量 根本就是无效成团 难怪纳英 在决赛录制当晚就被报金句 虽然成团也没有什么用 还真是一语道破真相 王兴林组没能全员成团 本就是浪解三成团业的一大遗憾 如今就连团宗都不能全员齐聚 尤其是张天爱被分到了乐队的海边 也是让人难以理解 很多观众都认为 这节目一直打着成团的旗号 那么一定要给成团的姐姐和未成团的姐姐 能够区分的待遇 要不然那么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 加上两党综艺都不是成团的十位姐姐 也让人遗憾 希望成团成员还会录制真正的十人团宗 而这两个衍生节目 就是专门给小组的 八位浪姐加盟 不愧是上星综艺的待遇 在该网友的爆料中 清晰的约定有六站 每站都有一组飞行嘉宾 而如果每站的时长是两期的话 那正好是十二期 符合当下国内综艺的惯例 据悉 第一站的飞行嘉宾是张天爱和唐诗义 如果爆料属实 那么王兴林组将全员合体 这样的阵容放在第一期也算是合理 有助于引爆收拾和话题 按理说 张天爱和唐诗义 都应该常驻星星的约定 但剧传 乐队的海边筹备在先 张天爱签合同签早了 而唐诗义身为中国歌舞剧院的首席 必然是要回归工作岗位 第二站的飞行嘉宾 剧传是吴莫筹和徐梦桃 前则在一公和王兴林 吴景言 黄晓泪是队友 但可惜惨遭一轮游 成为了浪姐三淘汰姐姐中一男平之一 徐梦桃是王兴林组四公的队员 但在备战期间主动退赛 当时的理由是有任务 但是徐梦桃退赛后 网友发现 他陆续参阅的包括奔跑八十 怎么办脱口秀战场等多档综艺 从而被质疑退赛的真实目的 最终影响了口碑 第三站的飞行嘉宾 剧传是谭维维和刘恋 谭维维和王兴林是二公合作的山海 成为了浪姐三最出圈的舞台之一 也是成团业的年度舞台之一 他和王兴林看似是并不搭的两人 但实则已经成为了好朋友 乐队的海边和欣欣的约定 分别是以郑秀岩组和王兴林组 为核心的小团综 但同为冠军候选团的谭维维组 之所以没有团综 是因为谭维维正在录制 百传高校生 一党定位高校选秀的殷综 谭维维是导师之一 至于留恋 他和欣欣的约定的五位常驻 并没有太多交集 至少正片中的呈现是这样子 但留恋和乌莫愁一样 是浪姐三淘汰姐姐中的 一男平选手 所以他担任飞行嘉宾 也是有可能的 除了张天爱 唐诗义 徐梦桃 乌莫愁 谭维维和留恋之外 网传宁静和纳英两位师姐 是最后第六战的飞行嘉宾 节目之外的师姐和师妹们 会不会更融洽我们拭目以待 总体来说 单单是八位浪姐担任飞行嘉宾 行星的约定阵容就足够豪华 不是团宗 圣死团宗 不愧是上星综艺的待遇 七位男星加盟是可以接受的阵容 除了八位浪姐之外 网传还有七位男星江加盟 第四战的飞行嘉宾是张栋梁 谢霆锋 汪东成和陈一如 第五战的飞行嘉宾是明道 聂远和徐凯 张栋梁 汪东成 陈一如以及明道和王兴林 有过影视作品合作 谢霆锋和Tunes同公司 同经纪人多年 聂远 徐凯和吴景岩合作过爆款剧 延细攻略 当初新星的约定被曝光 招商资料之后 网友们普遍反对节目 邀请男嘉宾 只希望看姐姐们组团旅行 但其实 如果新星的约定 真是上星综艺的话 芒果以及赞助商都会希望 能够请到有分量的飞行嘉宾 因为这样能够吸引到多博粉丝 尽管芒果的操作 可能不符合粉丝们的心愿 但其实 网传的七位男性飞行嘉宾 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因为他们都是 和常驻嘉宾有关系的艺人 而不是毫不相干 被硬塞进去的人 张栋梁 拉低了爆料的可信度 虽然张栋梁 谢霆锋 徐凯等七人 是可以接受的飞行嘉宾阵容 而且不少粉丝 应该对此比较满意 但其实这个阵容 并不完全可信 因为张栋梁 首先拉低了爆料的可信度 浪姐三首播之后 王兴林实现了现象极翻红 当时 批哥被爆料过 一版很离谱的名单 周杰伦 沈腾 谢霆锋等人都在列 但张栋梁 算是比较合理的一位 该爆料 虽然被证实是假的 但当时 张栋梁经纪人却表示 欢迎各类合作 原本网友以为 张栋梁 真的是有望江萌批哥2 但可惜 本季阵容中 依然没有他 大概率是芒果 没有发出邀请 此外 王兴林在参加 你好星期六时 节目组邀请到了 张栋梁云录制 当时他人在吉隆坡 对于张栋梁来说 他既然没有选择到 现场录制 你好星期六 那么也不太可能 专门飞一趟 来录制星星的约定 而且还不是那一站 唯一的飞行嘉宾 当然了 除了张栋梁之外 其他飞行嘉宾 都有加盟星星的 约定的可能 就看芒果台 给力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州爱娱乐 敬请